及时新闻综合报道 近日网路流传一间水饺店让高龄时荒阿妈用五元吃水饺的善事 不过在媒体争相报道后 店家却遭殖疑是在炒新闻 后来宣布将在六月结束营业 新党新思维中心主任侯汉庭今天直言 台湾社会杀死一间优质好店 最近福田水饺让96岁时荒阿妈用五元吃十颗水饺的善事 在网路流传 不过事后业者却曾经是媒体要求找阿妈到店里吃水饺的 阿妈的媳妇也表说慌 阿妈是为活动筋骨才是慌 不需酒计 福田水饺先是批评媒体报道不实 之后更宣布将在六月结束营业 侯汉庭就在脸书表示万习 认为是台湾的社会杀死了一间优质好店 侯汉庭说 福田水饺每个月都赔数十万元 会坚持下去的理由就是要回馈社会 水饺店创办人更持续捐赠物资到贫困山区 帮助许多弱势族群 但是不时报道 酸民的嘲讽却让店家不堪负荷 如今水饺店将收摊 侯汉庭也说 台湾社会充满了许多爱心 更多不为人知 默默的一群他呼吁媒体应该是宣扬这些正面新闻 鼓励更多人效仿 在生活每个地方付出爱心